好,我們這次是講到如何有動力追求神的完美計劃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原因是因為很多時候人是沒有什麼動力去追求神的計劃 覺得這些好像很遙遠,覺得和我沒有什麼關係 有時候人會這樣,就覺得好像不要緊 怎麼說怎麼好,不是一定要入神的計劃 有很多人是沒有這個觀念 覺得不入神的計劃都不要緊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變了很多人的生命提升不了 我們這次講到如何有動力 去追求神的完美計劃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 我呢,就只是信耶穌,我最重要是上天堂 甚至有些人都不緊張上天堂 真的有些人呢,他在教會很多年都未必緊張上天堂 我試過在一個教會那裡 跟那些教友說 我說,你關不關心自己上天堂 他說,我不想這些東西的 就是有些教會是不強調這件事 只是強調某些或者那些人想得到的東西 就變成忽略了這個最基本的 而有些人呢,就只是想得救 可以去到天堂 就對於呢 對於是能不能夠 入到神的計劃 覺得不重要 就是他們覺得神的計劃這件事太過遙遠 太過抽象 他們不明白神的計劃是最完美 是我們生命中最好最好的 其實基本上呢 幾樣東西就是因為他不覺得神是掌管一切 不覺得神是最美善 最有能力 神是最厲害的 他是 就是這個世界都是他手中的 我們一個人怎麼能夠走掉他的計劃呢 就是我們根本不能夠逃脫神的手的 我們的心裡面沒有神的事為念 我們根本是不會進入一個好的生命的計劃的 就是我們的生命一定是有很多的失落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 我又信耶穌 不過我又追求世上的一切 那麼他這樣就覺得我又去到天堂 我又有世上一切 那麼他覺得是最聰明 但是其實呢 當人是這樣的時候呢 其實他是更加損失的 為什麼呢 因為神是掌管一切 掌管一切 神是掌管一切 神知道了 神知道誰是又惡又懶的仆人 是沒有心的 對於神沒有心的 神知道的 神的恩典不會臨到他身上的 聖經是應許神的恩典 都是應許給他一些愛他 遵從他 先求神的國和他義的人 聖經的應許 應許祝福這些 都是給那些遵從神 愛神 侍奉神的人 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神會這樣呢 為什麼神不是把所有東西給人呢 原因就是 因為當人不聽神的話的時候 他生命一定有很多破口的 他會有很多憤怒啊 或者是 人際關係不好啊 他有很多各樣的問題 當他有各樣的問題的時候呢 他的罪呢 就難阻神的同在 因為神是沒有爭故罪的 神是不喜歡任何的罪的 當我們在罪中的時候 神是受不了的 我們用一個圖畫給大家想像一下 大家會明白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那些宣教的地方 那些洗手間是骯髒到離世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我就去過很多這樣的廁所 那如果 就是譬如說 今晚沒有地方睡了 你現在睡在這個廁所裡面 我相信任何人都覺得 哇 很困難很困難 真是 又髒又臭 就是我們進去那些廁所呢 都是真是忍著氣的 快點快點出來 那我想說 神對於罪 和對於 和他沒有聯繫 都是一樣這樣的看法 因為當人和神沒有聯繫的時候 他生命一定是有很多問題 他的問題 就是他會有情緒啊 人際關係啊 他各方面都不好的 那時候呢 神是受不了 因為神是聖結光明的 他受不了污蔚 他不能夠容許污蔚的和他一起 所以為什麼 世人沒有信靠耶穌做救主 是不可以得救呢 因為他們沒有耶穌赦免罪 他們身上的罪是不得到赦免的時候 神是沒有辦法接納他的 那我們明白這一點的時候 就知道原來神是不能夠 就是不能夠和那些在罪中活著的人 有親密的關係的 有些人他是信耶穌 不過很多時候都容許罪在他身上 那時候會有什麼發生呢 他是 如果他仍然得救 他仍然有遵從神 有愛神 有親近神 那他 就是他有果子 聖靈在他心中有居住的 不過他是很不聽話 就是他很多地方都不聽話的 比如他有 負面情緒啊 負面思想啊 經常都悲觀啊 低沉啊 憂鬱啊 憤怒啊 怨恨啊 不饒恕啊 就是他的生命裡面 很多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 雖然他 或者他是僅僅得救 但是呢 他的生命其實是 很多破口 他一定進不了神這個完美的 就是 在羅馬書12章1到2節那裡講到 就是 將生獻上當作活祭 他說這個是聖結的 是聖結的 是分別為聖 也是 是神所喜悅 是聖結 不是污衛的 那就是說呢 原來 神的計劃是最完美 最美好 神一定要 人一定要進入 和神有這個關係 這個其實是出於恩典的 就是 我們沒有人去得到那個標準的 那我們去不到什麼呢 我們就求神赦免我們了 我們求神赦免我們 我們真心去悔改離聚 神就喜悅 神就會加添力量給我們去改革 那這個人呢 就是和神保持一個 好的關係 當他願意悔改 那時候呢 他就能夠進步了 他就能夠一步步提升了 那神就可以祝福他了 那 當我們明白原來 一個人他沒有聽神話的時候 他進不了神的計劃呢 其實他整個生命都會 是有破口 會被魔鬼留地步 魔鬼就來偷竊殺害毀壞他的生命 他的生命是會有很多問題的 那這次我們講到四個動力 四個動力去追求神的完美計劃 第一個動力就是 深信神有大愛和大能 祂很愛我們的 祂很想將很多恩典賜給我們的 祂呢 祂的恩典是夠我們用的 還有祂有大能 祂有能力 勝過一切的困難 很多人覺得祂用祂的方法可以得到神的 不是神應該說 得到世上的祝福 祂以為祂可以 但是當神不起悦的時候 神可以一夜之間將祂所有的拿走 耶穌也有一個比喻的 講到一個人 有一個財主 祂有很多菊 不夠地方收 祂就說 不如我再建一個倉房 然後我要告訴我的靈魂 你可以很開心快活 因為你現在有很多很多的食物 但是耶穌說 神要跟他說 今夜我要你的靈魂 你所有的歸垂 當神要拿走我們的生命的時候 我們一切都沒有的 所以我們 如果我們信神是全能的真神 神真的有很多證據 證明祂是全能的真神 聖經很多的預言證據 我們可以經歷神 證明神是活神來的 這樣的時候 如果神像聖經所說 創造天地萬物 由無去創造出來的 那就是說一切都是神的手中 這個世界的歷程 神預言發生什麼事 這個世界的列國發生的事 都是一直這樣應驗的 所以我們看到神是掌權的 祂又很慈愛 祂很想祝福那些親近祂的人 祂都很想拯救更多人 當人願意想耶穌救祂的時候 神是很歡喜的 神是很歡喜 神會很興奮的 神就會感動祂 改變祂 更新祂的生命 所以神是有大愛和大能 第二點就是深信神在我們 我們在神的計劃中 是極重要和寶貴 這一點也有很多驕徒 不太相信 祂覺得自己也是沒什麼用的 好像覺得自己也沒有什麼知識 沒有什麼恩賜 沒有什麼能力 於是就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用的 覺得自己也不會入到神的計劃 這個就是 魔鬼放在他心中的謊話 就叫他相信自己沒有什麼用 魔鬼就很想人都是這樣想的 很想人就是說 你沒有什麼用的 你做不到什麼的 你是廢的 魔鬼就喜歡了 但是聖經說什麼呢 我們是被簡選的族類 是君尊的祭司屬神的子民 叫我們宣揚 照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神是簡選我們每一個 和神呢 聖經有講到就是 神簡選那些軟弱的 叫那些剛強的羞愧 神簡選那些愚絕的 叫那些智慧的羞愧 就是神可以簡選很平凡的人 他不需要他自己有什麼特別的才幹 只要他肯聽神的話 將生命完全獻上的時候 神就祝福他的生命 所以我們深信 知道神的計劃最美好的 神是最完美的 有一個最完美的計劃 給我們每一個 我們聽神說是最好的 那第三點呢 深信進入神的計劃 是對我們最好的 就是我們親近神 愛神 遵從神 侍奉神 和尋找神的完美計劃 神的完美計劃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生命如何發揮 神一早就有一個計劃 我們的生命可以高度的發揮 神是很想很想我們入到這個計劃的 那當人去聽神話的時候 神就要一步一步帶他入這個計劃 然後就是第四點 就是當人不聽神的說話的時候 他就入不了神的計劃 他的生命一定是有很多破壞 一定有很多破口的 就是一定會他自己受虧損 被魔鬼留地步 就是不聽話 沒有遵從神 一定帶來破壞性 那當我們明白這些的時候 就是原來我們聽神的話 是對我們最有益處的 而神是掌管一切的 就給我們動力了 這個動力呢 就是很多人來說 就覺得好像 好像遙遠 就是好像這些東西 太熟靈了 我就不是追求這些那麼熟靈的東西 我只是追求做人做得舒舒服服 輕輕鬆鬆 做個開心快活人 我在世上成功就可以了 我不用計較這些東西的 我不用追求這些東西的 因為有些人他是這樣的想法 我不用追求這些東西 但是他沒有明白 他不追求這些 追求神的事的時候 他連其他的東西都會受虧損 他的同仁關係 他的內心的思想情緒 他的生命的發揮 他的供應 他各方面都會受虧損 有很多人不明白 不進入神的計劃 其實是自己受虧損 整個生命是破壞很多 不好的事情發生 很多不開心的事情發生 那麼 在我來說 我時事都說神 很想進入你最完美的計劃 我們進入最完美的計劃 就是有動力去處理一切的問題 所有的罪 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和人的問題 在這個過程 很多人是 沒什麼動力都不記得 譬如很簡單 我曾經跟那些人 幫助他處理生命 他們的反應是被情緒控制 很不喜歡 很大反應 其實我也是很溫和 但是他們就會 很大反應 當然有些人是聽的 有些人是不聽的 兩種都有的 當他 他被情緒控制 他就覺得 他只是說 為什麼你們 不想到我呢 為什麼你們 不去關心他的需要 只是關心有些 其他人的需要呢 其實當我處理問題的時候 我都盡量兩方面都去處理 盡量兩方面都去關心 但是有些人就希望我 就是完全是 不要跟他說他的問題 就是說他的問題 他就覺得 是不能夠接受到 而進入神的計劃 是必定需要我們 處理我們生命中的問題 我們不處理生命中的問題 一定是生命不能夠提升的 就是如果 時時被人影響 不開心 煩惱 激氣 勞嘈 在最終一定 生命不能夠被提升的 所以 有動力進入神的完美計劃 是包括 有動力 時時去親近神 從早到晚都讚美神 感謝神 我看很多一些 復興的人 上網看 大家可以 如果聽到英文的 找 God General 即是神的將領 有說到有不同的人 在聖靈充滿之下 他們的侍奉真是很高度的提升 高度的被神使用 那這些人就是 他們真的很有動力 他們用很多時間去親近神 很多時間去放下他們生命的問題 例如其中 有一個叫Kathryn Kuhlman 傅爾曼 她是做了一件錯事的 她做了一件錯事是什麽呢 她和一個人結婚 就是她自己當時都是覺得錯的 但是她依然進入這個婚姻 之後她是很痛苦 然後最後她是決定放棄的 就是 因為這個人是很有問題 但是她當時來說 覺得有一個人 跟她結婚 她覺得是一件很好的事 當她放下這件事的時候 在她最後人生的15年左右 是她人生最大的發揮 因為她發覺這個人真的有問題 的時候 她願意放手 因為這個人是有一些很嚴重的罪 其實在她結婚那一晚 她跑去 就是本來去到酒店那裡 就是跟她的丈夫一起準備明天動物月 她就馬上跑去她的朋友 在酒店那裡 在那裡哭 她說我做了一個人生最大的錯誤 就是她的聖靈提醒她 你現在做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因為這個人是有很嚴重的問題 我記得不是很清楚 她似乎是跟另一個人離婚 又跟Catherine Coleman結婚的 她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當那個丈夫來找她 你為什麼不快來 我們一起去 一叫她 她就馬上跟著她的丈夫去 但是她之後很痛苦 最後她放下 她有一篇 她分享的訊息 她說 以前的Catherine Coleman已經死了 富二萬 中文易做 已經死了 我已經放下這些一切 不要緊的 她肯放下這些東西 我也希望大家 就是說 神的計劃是最好的 我願意放下 我追求的夢想 神的夢想 神有最高的夢想 神的夢想是最好的 不是每一個都做傳導人 但無論我們什麼 什麼崗位 我們都是榮耀神 我們的生命榮耀神 祝福周圍的人 都是進入神的計劃的 每一個人都有他不同的神的計劃的 我們聽神的話 親近神 全面遵從神 全面發揮的時候 祂的生命就可以高度的提升 但是這個高度的提升 必定是祂需要國外 國外 就是祂知道 祂追求這個世上的事的時候 一定帶為破壞性 當祂追求 世上的享受 我們不是代表說 我們追求神的計劃 就不可以享受 我們可以享受的 不過我們 神和享受哪一個重要呢 我們一定說 神是最重要 享受 次要的 是低很多的 我們是可以有 一些活動 令到我們心情輕鬆 身體健康 是可以的 不過這些是絕對不可以 和神有得比的 一定是神是最高的 或者任何的罪 任何的 和人際關係 我們都靠著耶穌去全面性的處理 全面性毀身 走神的路 祂的生命就可以被提升 就可以進入神圓理的計劃 所以希望大家 心都是說 神 我願意尋求神的圓理計劃 我願意放下 我這些世俗的 師雷前才的迷劃 追求世上的成功 又不是說基督徒不可以追求成功 譬如有個基督徒 是一個做生意的人 他可以追求生意上的成功 但是他是用神的方法 尋求神給他力量 給他智慧 怎樣去榮耀神 也都不用世上的不好的方法去做生意 譬如說欺騙 哄著人 不用這些方法 而是用一個誠實的方法 是榮耀神的方法 這樣的時候 神就喜悅他了 就是他必定是有一些犧牲 一些割愛 將他一些 他本身想做的放下 而完全聽從神 而深信神的計劃是最好的 深信神有大愛大留 他能夠將最好的給我們 還有他 我們每一個都寶貴重要的 這一點也有很多人卡住的 就是覺得自己沒什麼用的 自己是好像廢物那樣 自己做不到事的 這就是一個魔鬼想我們信的一件事 也有些人就不肯闊出代價 放下他追求的東西 而是被這些東西控制的 曾經有人問我 是不是一定要建立同人的關係 我說不建立同人的關係 你就不能夠有機會發揮 因為我們在馬太25章那裡講到 是做在主的弟兄身上的 就是做在耶穌身上 每一個基督徒都有責任去祝福其他人 所以基督徒是有責任建立同人的關係 因為有些人和人的關係不好 他怕了和人相處 他就避開人 他不喜歡回教會 他不喜歡參加小組 不喜歡和人有接觸 不喜歡去關心人去幫助人 因為他受過的經驗 他受了傷害 他就覺得以後都很難有 和人有好的關係 其實這個東西是可以醫治的 可以處理的 是可以放手的 不過因為他的傷痛很大 那他的傷痛令到他不肯去面對 我們就說 神啊你幫我吧 就算我多大的傷害 我都放手 不要觸實這些東西 我靠著耶穌 我深信神的計劃最好的 就算有人傷害我 我不能死的 我都可以改善的 所以這個動力 希望給大家一個動力 就是我走完神的路 我完全遵從神 神一定喜悅 神一定祝福的 那大家有沒有任何問題 關於這方面 就是怎樣有信心 和有動力 去追求神的完美計劃 OK 那我們一起祈禱先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讚美你 因為你的計劃是最完美的 你的計劃是 超乎人所想所求 天怎樣高於地 照你的道路高於我們的道路 你的意念高於我們的意念 你的道路是最美善的 是最完美的 是超越人所計劃的 我們所計劃的總是有缺口 總是有不同的問題 但是神你所計劃是最完美的 當我們聽神的話 進入神完美計劃的時候 我們一步步可以高度的提升 求主幫助我們 願意放下一些 卡住我們生命的東西 就是有時候 一些罪 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被人影響 心中的怒氣 不肯搖樹 這些都是需要處理的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放下這一切 全然的毀身 走上神的路 將生命獻上給神 神就喜悅 神就祝福 神就加力給我們 多謝天父 你的路是最好的 多謝天父 神的路是最好的 你的道路是超乎人的道路 是對我們最有益處的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主耶穌你真奇妙 你所有的 一切做的工作 都是最奇妙的 主耶穌真奇妙 主耶穌真奇妙 主耶穌我夠住 真奇妙 哈哈哈哈 眼神見 眼神聽 清楚在聖經記明 主耶穌我夠住 真奇妙 哈哈哈哈 主耶穌真奇妙 主耶穌真奇妙 主耶穌我夠住 真奇妙 哈哈哈哈 眼神見 眼神聽 清楚在聖經記明 主耶穌我夠住 真奇妙 哈哈哈哈 主耶穌幫助我們 進入神完美的計劃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哈利路亞 神你真美好啊 你為我們預備 是最美好最美好 我們願意進入你的計劃 願意放下這世上一切 其實世上一切都要過去 所有人的傷害 其實都不要緊 不死得的 這些一切我們不需要介意 求主幫助我們放手 能夠深信 在神的路上是最好的 神會給我們 我們不需要常人影響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有沒有任何問題 或者回應 牧師 是呀 我想有個 你再說多次 我想總結一下 因為我都見到 有幾個人 我認識有幾個人 他喜歡崇拜 但他又不喜歡小組 其實他跟別人相處是有問題的 所以他跟別人聊天 其實說好表面的事情 但是說深一點 他就避開了 那我怎樣可以告訴他 因為我怕我刺激到他 很直接地說出來 那我怎樣可以告訴他 你會聽 跟神關係好 以及跟人關係 修補是有關係的呢? 這個 就是 當然有這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 第一個可以做的就是 了解一下是什麽原因 發生什麽事 引致他 跟人關係 就是有懼怕 不敢跟人交往 發生過什麽事 而在那裏醫治 譬如說他曾經被人罵過 或者跟家人相處 很多傷害 甚至在教會裏面 都曾經有傷害 所以他們就覺得 我以後我都不想的了 那時候我第一 就是怎樣帶來醫治 就是說 他的生命 如果他一直都被受傷害 一直都不處理到 那就有幾樣的問題 第一就是他不能夠遙恕人 不能夠遙恕人的時候 耶穌說你不遙恕人的過犯 天父都不遙恕你的過犯 第二就是耶穌說 馬太25章那裏就是 我們審判的時候 是有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如果他跟人關係疏離的時候 他自然是很少很少做在人的身上 甚至沒有什麽 如果你要接觸他 跟他說 讓他有這個動力 第一就是他的得意志 你想不想能夠 就是得意志能夠輕鬆開心做人 好像這樣的人 也都上班 其實都可能都有問題 就是他會避開一些人 跟人相處有問題 可以從這些 因為上班人通常覺得沒有什麽選擇 都問一下他 了解一下他 他跟上班的時候 跟人的關係怎樣 他自己覺得滿不滿意 他自己覺得辛苦嗎 我相信他都會覺得辛苦 因為他逃避而已 那怎樣可以得意志呢 那都是一步步 就是深信神很愛我們 我們很寶貴的 我們很重要的 很多這些人 就是他們跟人的關係不好 都是他的自我形象很低 覺得自己沒有什麽用 也都覺得自己沒有能力跟人相處 然後就 就是說 去幫助他看到他的生命是寶貴的 而人的傷害其實 只是當時發生的 已經過了 已經是罵的 已經不知多久之前罵了 現在都已經不再緊要 或者就算剛剛被人罵完 那些說話在空氣中停留一陣間 是否一定這麽緊要 是否一定要想 就是幫他拆解這些 那當他能夠拆解到這些的時候 就是說 我生命可以發揮 為什麽 因為這些人有問題 其中一點就是 其實人很多事就是不接受到人有問題 人有罪聲 接受不了 那就變成自己受損 那你想不想 你就放下這些人的問題 而去 靠著耶穌 你的生命可以發揮 這樣 那這個真的需要 輔導 還有去引導他怎麽樣做法 就是 首先由他的需要開始先 那就是一步步 那一步步 那一步步就是 你說要找一個原因 那其實呢 沒有人能接觸到他真正的原因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已經跟公司很多人 都相處不好的了 會被同事投訴的 即是經常性 那我就會問他為什麽會這樣 那他都會覺得是一些人的問題 那如果再聽得深入一點 他就不會說的了 那這種情況呢 我就會這樣說了 責任始終在他身上的 就是我們可以用各樣的智慧 但是他肯不肯放手呢 這個是真的他肯走這一步 他不肯走這一步 是沒有人幫到他的 那所以 一方面就是我們去接受他 安慰他 陪伴他 讓他覺得 就是把他應用了 譬如好像 我關心你你會不會覺得舒服呢 那神就歡喜了 因為聖經說 我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做在耶穌身上 我神就歡喜了 神就祝福你的生命了 那你想不想都開始去嘗試呢 那或者第一步 其實有很多人他不明白這一步 就是說 我們都需要 向可信任的人 去處理我們 發生過的傷害 不代表他需要把細節說給你聽 他可以講很籠統的 你說我不需要知道細節 我不是八卦 我只是知道大約 比如說曾經是不是有些家人傷害你 所以覺得自己沒什麼用 或者在相處的時候 覺得都是失敗 通常都是這些的原因 那是不是有這個情況 那我們可以怎麼拆解呢 那這個最終是他的 那我們都可以 另一方面 一方面就是醫治 另一方面就是說 好了 我們將來都是需要向神交仗的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但是得救的人 一定是會處理生命和祝福人的 處理人際問題 那麼能夠去做在主的頂身上 那麼耶穌很體重這件事 因為呢 其實聖經有不同的地方都講到 是 比如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姊 都不能不得上次 就是聖經很多地方都講到人的 處理很多罪都講到人的 不要不要恕人 就是要恕人 去關心人 愛人如己 你想人怎麼對你 你就怎麼對人 就是很多聖經的吩咐都是跟人有關的 所以就讓他知道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去衝破 而你做任何一步 神都喜歡的 神又祝福你的 你想不想祝福你的 我想各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 神都想祝福你的 那麼你去祝福人 神又會歡喜的 那麼 而有些人都需要你的幫助 祝福的 你治好之後 你幫助人 神都會歡喜的 或者小祝是一個成長的機會 這樣 好奇的想問 我對教會 和對聖經 都很認真的 但是呢 假若有一些姊妹 我想和他們一起 同心去做事的時候 他們反而會和我說 阿冰 要不要這麼認真 我說 那你不想得救嗎 她的意思就是 我僅僅得救就行了 我想要這麼用力 我有做事奉 我有做服事 做了就夠了 我用不著再做這麼多事呢 是的 我想問牧師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我怎麼可以用一個方法 讓大家可以同心合意去建立教會呢 好的 多謝你的問題 有一點你才說到 我會回應你的 你有一句話 你不關心你得救什麼 這樣 這一句呢 我覺得這一句是不應該問的 為什麼呢 它 是有真是信主 它是有一些的果子 這個不是得救的問題 因為當你這樣說的時候 人們就以為 我要做得多好 要好到什麼程度才得救 我們講這個得救那裡 要很小心 除非有些人 它完全是靈果子的 和神關係是靈的 這樣的時候 它是有危機 它對神的信心是有問題的 而這樣的情況呢 就好像我今天所講的 就是說我們的生命 是可以高度的提升 就是可以高度的發揮 那你想不想高度的發揮 是可以給神大大的使用 這樣呢 你自己有得益 我今天也有講到不同的益處 當我們走上神的路的時候 我們有得益 人有得益 我們周圍的人都會看到神的美善 我們帶到更多人去信耶穌 進入天國 那我們想不想這樣呢 也有永恆的賞賜 那個問題就是這樣 有很多人就說 譬如我用一至十級 神的計劃 我進入一級就可以了 我做一級的基督徒 我不去十級了 這十級的你做了 我不做的了 我們都可以問他的 譬如你住的地方 你的生命 你和人的關係 你想是一級 譬如一級是怎樣 譬如你住的地方 是一個很骯髒 很臭 生命有很多問題 人際關係有很多問題 你想你的生命去到一級 一神給我們十級是非常好的 有很多基督徒在一級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負面的事情 即使我聽過那個人說 都是有一些負面的 因為他會直接是 去discourage你去投入侍奉 即是說 叫你不要這麼投入侍奉 這個也是其實 其實他是 某程度他是在敵擋神 不過這句話 你說的時候要小心 即是他是 叫人不要這麼投入 所以他不單止是自己不投入 他還叫人不用這麼投入 那這個是 即是他是攔阻了神的計劃 那他的生命呢 就會有不同的破口了 所以我們可以用的經文 就是譬如說 魔鬼來 即是我們給魔鬼留地步 魔鬼來到會偷竊殺害毀壞 那你想要你的生命 給魔鬼偷竊殺害毀壞呢 那我們就去鼓勵他 走完神的路 你整個生命蒙福 你愛神呢 神就為你預備 你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你是不是想放肆這些恩典呢 神為你預備 你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你一生可以有很大的恩典 你是不是想放肆這些呢 因為聖經其實真的很多的英許 給那些聽他說愛他的人 OK 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呢 就是他總之覺得僅僅得夠 僅僅就算了 他就變成了生命又破口了 被魔鬼偷竊殺害毀毀 也都神不是那麼喜悅 聖經講到呢 就是我們追求喜悅呢 譬如羅馬書12章1到2節那裡講到 是聖結的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是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就測驗何為神的善良順全 可喜悅的旨意 是你都會歡喜的 你入到神的話 你都會歡喜的 但是很多人就是不相信這件事 其實很多基督徒 可以說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相信這件事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基督徒 他們覺得呢 總之我相信耶穌可以了 我做什麼不要緊的 那這些基督徒生命是有破口的 是的 他們最主要都叫我阿兵 為什麼這麼認真 是的 所以有時候我自己都覺得 我是不是去錯教會呢 這個你自己衡量 總之我們的生命去尋找神的最完美計劃 這個是對我們最有益處的 就不要被人疏擺到 好的 好的 謝謝牧師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好的 我們到這裡為止 祝福大家 由主幫助我們 我們都反思一下 我都給大家一些功課 就是反思一下自己 是不是有動力進入神的完美計劃 有什麼鍵著我們 我們想不去處理 我們是不是就 總之有些事奉就算呢 或者想進入最高的計劃呢 那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因為進入神的完美計劃 最好最好的 好 好 我都說最後一個要點就是 就是為什麼我這麼有動力去幫任何人呢 就是 有時候都有些人幫我 有時候有些路過境的 有些人是完全跟我們教會無關的 我都願意幫他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做在他身上 就做在主身上 我們有機會幫到更多人 是更加是蒙福的 所以我就 任何機會 能夠祝福人 我都爭取機會的 也都訓練我周圍的人 譬如我剛剛這個禮拜天 我就為一個人趕邪令的時候 我都叫了一幫 鄧英姊妹回來去觀摩 學習 讓他們將來都有信心為人趕邪令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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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